大根大根 怎麼了 大根大根 怎麼了 欸 欸 起床囉 大根 好啦 欸 大根 怎麼了 為什麼我是那個 水頭上氣啊 我到水頭上氣 你猜 你猜在這邊 就是非常有精神啊 精神掌是不是 對 這個每個名字都不一樣耶 它是Dodoro 不是 Dodoro Dodoro 不是Gogoro 不是 1 2 3 耶 欸 那個好像兔子喔 對啊 你看很可愛吧 超可愛的 這很像泡麵頭 對啊 而且我跟你講 我剛發現一個很像那個 大腦的東西 你看 它像大腦耶 這也是 那個 多肉 植物 很酷齁 我們來這麼多花花草草的地方 要幹嘛 而且這是什麼啊 欸 你看 這裡除了花花草草之外 還有這些很特別的 感覺是放在盆栽 沒有 放在盆栽下面吸水的吧 其實我也不知道 感覺就是 你本身是有對盆栽有研究嗎 我還蠻喜歡這些有的沒的小東西啊 而且我覺得裡面別有冬天耶 我們問一下老闆好了 老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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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呼叫老闆 嗨 我在這裡 耶 老闆你好 老闆怎麼稱呼 各位好 我叫米子 米子 對 是英文嗎 不是耶 英文 米子像日文啊 怎麼會是英文呢 這個其實是窗花的圖案 我們家是在做水泥創作 那水泥這個東西在早期 它在蓋房子啊 或者是在一些工業上 都用到蠻多量的 因為它跟文化資產有一點相關 所以我們把它給復刻下來 因為水泥盆 在我們家的調配比例之下呢 它其實是可以產生透氣度的 那這個透氣度 對多肉植物來說 其實是非常適合的 你真的很少看到有用水泥盆做 對啊 而且水泥盆真的很漂亮 你看它是還有顏色的水泥 這是染色的嗎 對 我們在做的時候呢 是把顏色直接混到泥料裡面 然後去灌 灌磨灌出來 你會嗎 我會一點點 你會調水泥 會一點點 那你會看就是驚悚片嗎 驚悚片 有些類器具 對類器具 你是不是喜歡嗎 比較少一點 這個突兀的水泥座裡 藏者是水泥還是人呢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他很笑的 他就喜歡這樣 沒有 我們應該會說到 剛剛那個地方 老闆不要擔心 其實我有做一個 你還真的有 喔 你就嚇死我了 你不要站在這邊 其實我自己也有試過 其實我還是有試過一次 但是不是冷 我買 不是冷 那其實可能是什麼 天啊 老闆你到底埋了什麼 我看你店裡面 除了花花草草 還是花花草草呀 頂多就多了你創作的水泥盆器 和超可愛的小裝飾 就這樣沒啦 別呼嚨小姐姐去哪兒的粉絲喔 說老闆 你說要用這個恐龍盆器DIY 但是DIY就DIY 幹嘛把它封膜咧 來 來 接下來呢 我們用夾子 刷子 是 跟湯匙 夾子 湯匙 把它吃掉 來 挖 挖 挖骨骸 挖骨骸 這什麼 這時候用夾子 這是骨骸嗎 還是多 有骨頭 這個小朋友應該會小吃 那一隻口螺耶 一隻口螺 你是學小孩講話對不對 口螺耶 一隻口螺 都是你媽媽那個口螺耶 媽媽都有一個口螺 什麼螺 霸王龍 真的假的 這是大家最享受到的嗎 對 一手龍 喔 好可愛 這是嗎 這是鳥吧 這是一手龍 一手啤酒咧 是一手龍嗎 你要看它裡面有一張 一手龍 它裡面有一張紙啊 老闆我問你喔 就是你這樣設計就是蠻好玩 你沒有說欸小孩子會很喜歡 你為什麼要這樣設計 對啊 因為其實我小時候是恐龍 因為在 就有找到12隻的恐龍品種 那我們就想說 藉由這個水泥盆 去設計一個 讓小朋友可以把恐龍 挖出來的那個遊樂方式 明白 真的真的蠻可愛 滿好玩的 我們待會要把盆子上面 這種可愛的小朵肉 喔 再把這個恐龍呢 放在旁邊布景 老闆你之前做什麼的呀 其實我是讀設計科系出身的 你也設計的 對 其實我在讀書的時候 就很想要自創頻道 喔 但我從來沒有想過 會接觸的多肉之後 就輾轉而去 跟水泥 對 因為剛好跟你家裡的事業 是有一起的 我覺得這可以讓小朋友去練習 就是好好愛護植物耶 對 愛護生命 對啊 然後就是學習 溫柔 對待一個生命 對待一個生命 你幹嘛重複了這樣 我覺得很重要啊 Repeat after me 放這個 接下來要怎麼放 它有一些訣竅嗎 有 它有一個排列組合的方式 我選的職務呢 它其實都會有高中 嗯 高中 國中 小學 對 對 對 它會有層次 整土完了 你看我的多肉小世界好可愛喔 太好了 我們最後一個步驟要擦恐龍 我把我的霸王龍擦進去 我是一手龍 我想讓牠飛在空中 可以啊 你的這個霸王龍好可愛喔 怎麼樣 賣你啊 霧峰的光復新村 不只是馬克和米子兩位老闆的創業基地 同時也是台中青年一同圓夢的聚落 70位青年用創意打造70家特色小店 用活力替老宅注入新生命 在台中替老宅注入人氣的 不是年輕人的專利 連銀髮族也是老宅活化的山歷君喔